我们这次采取了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手势 包括减税 降费 增加病人服务等等 一个一系列的务势提供 2018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深刻变化的外部环境 经济转型震痛凸显的严峻挑战 以及两难多难问题增多的复杂局面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经过全国上下共同努力 我国经济发展在高技术上总体平稳稳中有劲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三大攻坚战开局良好 人民生活持续改善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习草组负责人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红表示 回国过去一年用中国一句诗来讲 就是看似寻常却其绝 称入容易实践性 这充分说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具有高超的驾驭四大区别的能力 具有应对困难和挑战的坚定决心 也比较明论呢 总书记党中央在太阳分析形势 推动工作方面的一些眼眷做事 同时呢这次展示了中国经济发展 具有超出一般人预料的 这种特有的内线 巨大的潜力和靠风险能力 电广新闻第一时间 埃塞俄比亚航空一架波音G377MAX飞机 发生坠机空难之后 民航局于昨天紧急下发通知 暂停这一型号飞机的商业运行 民航华东局昨天就此 立即对波音G37MAX飞机的重大安全隐患 开展监督检查 相关情况的连线央港记者郭苗 郭苗请先介绍一下 民航华东局的检查情况 这个埃塞俄比亚航空一架 波音G37MAX飞机发生坠机空难之后 党民航局在昨天是紧急下发了 关于暂停波音G37MAX飞机商业运行的通知 那华东局领导也是高度的重视 就在当天的上午 立即组织了合格政的管理当事 来前往上海航空有线公司 对民航局紧急通知的落实情况 还有G37MAX机队的运行管理的情况进行了检查 那么检查的重点呢 就是公司从去年10月 印尼航空空难 D37MAX飞机手册的一些修订的情况 以及模拟机的训练科目更新的执行情况 还有飞行员的培训记录 以及相关的设航指令和工程通告的执行情况 同时呢也参加了公司 关于这个波音G37MAX飞机的运行风险防控工作的会议 合格政的管理方式呢 要求对公司呢 本着对安全隐患玲珑忍 严控这个安全风险的高度的负责的这样一个态度 严格的落实相关的工作 那么上海航空的 它现在是有G37MAX飞机的一共是11架 都是已经按照民航局要求停止商业运行了 那么从去年这个印尼航空难之后呢 上海航空呢就出于这个安全考虑了 经常这个G37MAX航班的结构 由中远程调整为短程 并且呢就相关的训练科目 也开展了上一枪副驾驶的全员的训练 那么在发生这个I航的空难之后呢 上海航呢也已经不断的调整了 受航班影响的像42班 然后也取消了6个航班 由这个东航股份来代为执行4班 并且呢暂停了G37MAX新阶级的 引进的工作 进一步的强化了在这个 整个的运营的安全保障 同时呢也会关注整个事件的搭展情况 及时的实现后续的相关的一些措施 主持人 那么目前国内G37MAX8这款机型啊 各航空公司拥有的数量大概是多少呢 应该说整个的这个 G37MAX8它引进中流的时间不是很长 那么根据目前的统计呢 国内航空公司运营的MAX系列呢 整个的飞机是有96架左右 那么对于这个G37系列 飞机非常庞大的这个数量来讲呢 应该说MAX系列它总体的比例不是很大 不会对于这个航空公司的正常的运营 造成较大的影响 另外就是受到第二架 MAX空弹的影响呢 波音也推扯了原定在13号举行的 TTPS的这个下线的仪式 对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还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 关于这个I航的空弹呢 目前呢能够确认的信息 简单的说 这一架I航的飞机呢 没有办法从简单的数据当中 推断出来和这个射航的空弹 是一样的故障 因为目前呢能够确认的事实 有以下四点一个就是飞机起过之后呢 遭遇了操动的困难 一种呢要求返航 第二个呢就是飞行数据